我們還有一位朋友也是關於這方面的問題 他想請教一下 他說他進口買賣冷凍海鮮已經30多年了 最近賣出去的Spacitina被查出來細菌含量太高 所以客戶就要求退貨 那麼這筆退貨的損失特別大 他想問說他平常買的這種商業保險 可不可以幫他承擔這一筆賠款呢 他賣出去的冷凍海鮮 尤其像他這個加工過的 他有這個Spicy Tuna是有加過調味的 那他這個東西呢是他自己工廠處理 還是委託別人處理 那貨運呢是自己的貨車 還是他叫了外面的冷凍車來幫他運送 那這個退貨的部分是已經有人吃了 拉肚子食物中毒了不舒服了 還是說呢其實就是已經到了人家廠商那裡 他一宴發現這個溫度變了 含菌量高了 這中間該陪的該負責任的廠商很多 其實在一般的產品責任險裡面 如果已經造成別人的財務損失 別人的這個身體不舒服 導致於死亡也好 或者是身體上有什麼不適的這個地方 產品責任險可以賠給別人他會負責的 那按照這個案例好像他自己本身只是人家要退貨 並沒有人受傷也沒有人賠錢 要賠的就做他自己而已 所以這是應該要產品召回的這個部分的相關費用 他的這個保家裡面有個產品召回的這個條例裡面會賠他 其實只要是賣食品的賣飲料賣玩具賣電子用品的 你的這個所有的一系列的處理過程有第三者加入的話 你一定要買這樣子的一個產品回收保險 因為往往呢像他這個Spicy Tuna冷凍的這個鮪魚 其實呢直接把它丟掉銷毀的費用比他收回來還要便宜喔 那他也讓他自己這個相遇很丟臉囉 因為這個除了去大量的銷毀之外呢 他也要公告說這個牌子這個時間所產出來的這個東西 是不能吃的喔 那很多客戶當然就生氣也會去退貨 其實以前常常會看到蔬菜啊輪胎啊 甚至大型的這個車子什麼Toyota福特 煞車都曾經有問題啊擋風板有問題啊 或者是青菜又說含菌量太高 生菜又大量召回 那像這樣的東西呢 如果他的製造商呢有一個產品召回保險 在他保單裡面把這一條挑出來 對 如果他沒有的話就把它夾進去喔 通常他的保額是25萬到500萬 你都可以自由調配的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生產的產品有經過第三方 可能貨運公司冷凍車這個溫度 這個溫度跑掉了 少個幾度其實含菌量就會增加 或者是你加料的時候 你加這個調味的時候是有第三方在做 或者是呢你幫人家OEM的 你只是一個工廠別人是他的廠牌 你只是幫他訂做 但他自己在處理過程中有可能是他的舒適喔 誰對誰錯很難去證明的 但是要把產品召回這個費用非常高 大家不妨在有第三方介入的這個情況呢 在自己的保單裡面 小小的去把這一條找出來 他就可以把你的這個本來應該賺的錢沒賺到 然後本來應該這個拿去丟掉 拿去處理 拿去通知客戶 拿去廣告 或者是自己呢本身商譽受到威脅的部分呢 在這個保單裡面都會有喔 所以看一下這個產品召回的這個保險 很多的這個工廠都沒有注意到 像他做了30年以前沒有遇到 可能就都沒用到這個 那在買保單的時候就盡量說 要越少越好越便宜 但是呢其實只要有這樣小小一條 他所有召回 他如果是Fycy Tuna召回的話 我想這個一二十萬的費用是很多的 嗯 好 謝謝 所以想這個部分大家注意就好了 好的好的好的 產品召回這條就是非常的重要 好的 謝謝我們副大商業保險保險 保險規劃師尤惠林小姐 謝謝你 謝謝